这个奶酪的事咱也能明白了 最后我们就得说说这草莓了 据说是有美白牙齿的功效 是这样吗 你们觉得 经常听到什么草本美白呀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亮白牙膏啊 没听说有草莓牙膏的呀 如果这个草莓真的能美白 早就把这个家里面了 草莓味的牙膏 对啊 草莓味的牙膏啊 它里面肯定有某种成分啊 但是这个说法我真是听 很早以前就听说过 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吃草莓的时候 可能吃完会觉得这个牙上瑟瑟的 是不是就是有那个什么物质 能把牙上的不好东西都那个弄掉吗 然后我们直播间里有个朋友也说 他呢也听说过这个说法 他呢还是在刷牙的时候 会放一些小苏打 还有这个草莓对在一起刷牙 就会感觉有美白的效果 草莓配着小苏打 确实能起到美白的作用吗 呃 是这样 那个草莓里面呢还有苹果栓 苹果栓呢是一种收敛剂 呃 它有一定的去物作用 呃 小苏打呢呃 它既是呃一种磨擦剂 而且小苏打也成成为碱性 它对口腔清洁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的牙刷牙膏 也同样具备这两种作用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方法 呃 但是如果常用这些的话 会不会对牙齿有一些损伤啊 因为我感觉一些美白的呀 或者是过度清洁的 用完了之后牙就会感觉酸酸的 然后特别的敏感 对 是这样的 因为你要是长期的用这种呃 苹果栓类的东西来呃 呃 刷牙呀或者是呃 处理牙面的话 它就会的确会造成牙齿表面的拖 拖矿 所以就会造成牙齿敏感 啊 这跟洗牙的原理差不多 也就是起到一个表面清洁的一个作用 呃 它的作用很表浅 是达不到我们洗牙的那种效果的 所以呃 它